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双城记 我是卢秀芳 从春节到现在 高雄的人潮一直处于爆棚等级 跟几年前的萧条冷清 形成了强烈对比 爱荷登会开幕日也突破了30万人次 比起去年成长了33% 那么所谓的人进来发大财 高雄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但是另一头国税局呢 最近却开始大动作的查税 虽然赚钱缴税天经地义 但是这个大动作 很难让人不往政治追杀的方向去联想 连韩国瑜本人都忍不住要问 难道你蔡政府呢 不希望我们高雄繁荣兴旺吗 那么今天我们就跟两岸嘉宾 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我首先介绍我们的老朋友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中博好 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政大副教授赖月清赖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钟佩军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中号观光人力资源发展协会 理事长杨伯良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上海的李翰曹老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双城记 我是李翰 今天我们就和两岸的来宾 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首先介绍的是 我身边的曹景晴先生 曹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诗人余光中 曾经写过一首诗 里面有一句叫做 让春天从高雄出发 成为高雄的代表名剧 但是很遗憾 在过去 我们看到虽然高雄天气很热 但过去基本上20年 高雄的经济上 没有春天 只有寒冬 现在好不容易迎来了寒流 高雄春暖花开 事实上在这次春节当中 大家感受最热气 佩军 听说你也去了高雄灯会 都说高雄现在不得了 热闹得要命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刚好也是在录 这个中天的节目 所以上个礼拜的时候 去了一趟高雄 到高雄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 就是出高铁站上建车 我们第一个集合点 是在骑津渡轮 非常有趣的是 我然还没下车 这个司机就说 你有没有先买票 如果你没有买票的话 你可能要两个小时之后 才搭了上渡轮 因为我们沿着那个渡轮口 一路都是人龙在排队 当然他不知道 我是去录节目 票已经先准备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气不断回流当中 过年期间 我相信很多人 到高雄去玩 那特别我在台北 感受非常深 因为过去 大概初二开始走春 大家习惯来台北 可是今年的台北 这个包括几个 新的百货公司 好像人都没有往年来得多 佩君讲到一个重点 我们过去什么时候 听到我们北部的朋友 说过年要去高雄 没有嘛 对不对 我们来分享一下 那天去高雄的状况好了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账面很明显 就是人流的部分 灯会的那天晚上 我们在现场录节目的时候 是必须要工作人员 甚至还要明热心的民众 帮我们拿着这个 类似衣服啊 还是手伸长长的 帮我们挤出一条路 我们才能在这个灯会中间 穿梭 不然我们是没有办法 从一个坛尾移动到 另外一个坛尾去录影的 那因为现场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那刚刚这个主持人 也有提到 就是高雄其实不是不好玩 也不是不好吃 只是他的美过去 很少引起别人的兴趣 或是带他很少的机会 去一探究竟 那现在韩总的人 用自己的人气 帮高雄点了一个影头 大家就想 因为想要看一看 韩总所在的高雄 是什么样子 所以就会很多人 把时间 把气力放到高雄去 从春节开始 这个人气 一路一直延续到灯节 那包括我们在录影的当天 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这些小吃 不是现在才出来 他一直都在 只是他的魅力 需要韩总 来帮他做一个火花的点燃 那我们那天去体验的 包括现场的摊贩 很多都是台湾的传统小吃 包括这个烤鱿鱼啦 然后还有龙须糖 然后或是是其他的这个美食 都是高雄的在地文化 其实我们觉得 特别要提出来讨论的就是 这个庶民经济 或是你说他摊贩经济 他支撑起高雄的经济 台北想不想要 台北也靠这一块 因为其实美食文化 夜市文化 全台湾皆如此 只是台北市长 柯文哲一方面 在提到这个 摊贩经济 庶民经济 不以为然的同时 但是其实台北 对于这样的经济状况 是很羡慕的 是啊 你是台北市议员 所以从这个台北出发 去看高雄 会不会觉得很羡慕 其实我觉得 在这个胜选之后 韩国瑜胜选之后 我也到高雄 去做了一场节目 那时候确实是人气爆棚 可是大家都在想 会不会他胜选之后 这个人气就慢慢地散掉了 因为通常的曲线是如此 但是你看到 这个人气有散吗 我觉得相反的 还更加做凝结 因为其实高雄 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但是过去 没有一个人 去把它当点燃之后 大家没有办法 去开发它 那天我去在现场 其实很多是来自 北部跟中部的游客 我甚至还遇到 我自己选区的选民 然后他跟我说 就是电视上每天在播 受得他受不了 他实在想要专程下来 一探究竟 原来高雄有这么多景点 高雄有这么多美食 那是过去 大家没有机会 也没有兴趣 去一探究竟 我有朋友 这个春节也到高雄去玩了 玩回来之后 他跟我讲 他觉得高雄 这个地方很特别 因为很多地方 挤得人山人海 挤得大家愁眉苦脸 但是到高雄不是 很多人脸上带着笑容 为什么 也挺奇怪的 今年好像大家蛮乐在其中 在这个大家都来一起 参与一个盛事的状况 那高雄有一个很特别的 跟台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去了这个旗津 它是比较靠近海边的 这个是在其中 比较靠近海边的 可是你看到 只要坐一个渡轮 到另外一边去的时候 要商圈有商圈 要热闹的爱河有爱河 爱河我相信很多人都去过 但是这么多人的爱河 今年恐怕很多人 是第一次看到 是去了高雄才发现 高雄的确是还不错 跟过去那个悲情的城市 感觉不太一样 我想继续时间要交给钟伯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从数字来看 所谓的高雄繁荣兴盛 还从所谓的人进来 大家发大才是一个 什么样的概念 从数字来看 光是春节长假 高雄大概450万的人潮 这什么概念 过去20年史上最高 是 首先我们知道 数据会说话 先来看看交通的流量人次 以及它的载客载运量 就可以略值一二了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初三的单日 这边观众朋友报告 用初三来开始比 是因为除夕是围如 初一是拜年 初二是回娘家 通常初三的人潮 是最高峰 春节假期的最高峰 通常初期在初三 那么单日的高雄当时的 这个运量 捷运超过37万人次 我想要先做一个类比 大家才会知道 这37万所代表的意义 如果以台北市的跨年 台北市跨年 大概每年的捷运的这个 人次大概是在200多万上下 250万上下 所以37万人次 等于就是差不多是 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左右 但以高雄当地而言 而且当天 它又不是跨年 而且它并不是 这个主要的都市 所以37万人次 算是非常多了 还有轻轨就有四万人次 骑金渡轮呢 则有高达五万人次 我也搭过这个渡轮 以前搭的话 绝对不会有像 刚刚我们佩军所说到的 这个票还要提早买或者是 可能会一味难求 但今年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历史新高 那么我们再来看灯会 开幕九天 也就是我们讲的高雄爱河灯会 那这次它还多了一个金银河 那你从高空俯瞰 你就会发现 这个整个爱河 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整个晚上 灯光的这个布局 那开幕九天 参观人次破140万 那游客较去年增长超过四成以上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夜市 这个我们对岸的朋友呢 也应该对这个高雄的夜市 也算是蛮熟悉了 比方说像是六合夜市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周边的 瑞丰夜市等等啊 这个照片 大家看一下照片会讲话 其实我真的也不用多说了 您看看 满满的人潮 单日 将近六万人 打破了近年的金路 那摊商的业绩呢 比往年提升一半以上业者 还要加派人手 我们来看景点 到了高雄的这个 去旅游的话呢 我们晓得除了有 包括像是艺术德剧啊 或者岗山之眼 还有就是寿山动物园啊 那这些人的流量呢 也都创新高 平均都有十万人 饭店 一房难求 我记得我大概 前阵子呢 也是在这个节目 我去讲过这个 曹老师可能还记得 那时候我们讲到 高雄的很多的饭店 不但整个打包要卖 或者是说还在狗言残喘 没有要卖的 可是也是空房 可能高达了大概差不多 九成以上 可能就是只有 不到一成的入住率 那如今呢 平均住房率均在 八成五以上 讲这么多 最主要是要讲 我想两岸的关系呢 几乎一度停顿了 可是当韩国瑜上任之后 韩国瑜打出了一个 很简单的议题 他认为执政党 他认为蔡英文 你今天既背负着 基本教育派的包袱 但你又不敢真的去做 然后呢 你呢又反对 不承认九二共识 那你到底要什么 那就算你今天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做不到 那你至少在口袋 在经济上面 能够让人民 能够感受到经济 他的动能 你也做不到 现在韩国瑜呢 他不沦于口水战 直接做给你看 他做到了 这就是图 真相 他会说话 杨理事长 您长期从事旅游业 您怎么看待 由韩国瑜所带动高雄 满满的人潮 我想这次的人潮 其实也很特别 我们从旅客们的行程安排 旅客本身的结构 还有消费金额等等 现在有很多的数字出炉 你怎么看待 这些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特别 我想问的是 对大陆观光客 有哪些吸引力 像现在我有一句话 必须讲在前面 就是高雄的荣景 已经回来了 那么我们到高雄去 任何一个地方带团 总是人山人海 像刚刚前面两位来宾 所介绍的 那点这种情况 一点都不假 那么我们到了高雄之后 甚至有些导游 他必须每天早出晚归 然后批心带跃 甚至有些导游 他是一整个月 都没有办法休息 过去是不是放了 好长一阵子无薪假 非常长 我可以讲就是说 过去在两年 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 几乎很多的导游都改行了 而且赚的钱 也不够贴补家用 所以很多的导游 都灰心意来 大陆的朋友到台湾来 他还带着一种什么 带着一种好奇 在过去我们讲 高雄它是一个 非常绿的一个地方 对于很多大陆的朋友 认为这地方的政治气氛 比较过于不友善 但是韩国瑜 为什么能够高票当选 我想这一个情况 大陆的朋友感觉到 非常的好奇 那么因此他们可能是到高雄 这地方来寻求一个答案 现在高雄这地方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我们大陆的朋友 尤其自由行的特别的多 那么现在在高雄的各街道 你都可以听到北京音 可以听到西南部四川话 那么这种情况 在过去高雄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我们讲就是 主团社把这个行程 就是高雄增加一天 或者两天 这样子的一个高雄深入的 一个行程包装出来 尤其是山山 齐山 凤山 钢山 加上爱河跟奇金 那么这样子加起来之后 有个两天的行程 慢慢地带他们去玩去看 甚至反正韩国瑜 曾经到过的地方 吃过的东西 他们都会去这个地方 去品尝 很有趣的就是 我在带团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朋友 大陆的朋友 那么他会怎么样 他会要求我们唱这个夜席 那么这个 爱你一万年 爱你一万年 这些都会 有一些老哥 那么还有就是 他曾经去过什么地方 做过造势 还有就是 他曾经到什么店家 这是地方是他这个 经常来造访的 所以基本上 大陆朋友到高雄来 走了基本上 就是韩国瑜路线 吃的是韩国瑜美食 唱的是韩国瑜的招牌名曲 当然这不止大陆朋友 其实台湾朋友也是一样 北部的民众到高雄 基本上也是在玩这些 我想给大家看一些数字 比方说我们在讲 这个韩国瑜最动听的口号 叫做高雄发大财 台湾也希望能够发大财 这句话呢 打中了台湾人民的心 所以我们从这个 消费金额来看 我觉得现在的 旅游的这个结构 消费金额跟过去不太一样 到高雄 大家是愿意花钱的 这个ATM提款机呢 在春节期间 六度当中使用次数最高的 旧市高雄市 另外提领的金额呢 算一算 每个人将近有 两千块钱人民币 也就是说怎么样 到了高雄以后 发现钱不够花 我赶快去领钱再来花 所以说这个钱 确实是进到了 这个高雄民众的口袋当中 韩国瑜很成功的 把高雄行销出去了 过去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 像陈菊时代 他必须要由高雄市政府 编预算 然后在台北市的捡运站里面 来张帖广告 说高雄有什么可以看 什么可以看 什么可以看 然后希望台北人到高雄去 但是成效都不脏 成效都不好 可是我觉得韩国瑜的成功地方 是他成功的把高雄成为 我们的新闻的媒体的重点 也就是说 不管他找那个城市代言人 过去这个 陈菊找的城市代言人 都要找偶像 但是韩国瑜找的都是 例如说比较 上一点年纪的 大妈大叔了 大妈大叔的这样子一个 到高雄去当代言人的时候 你看民进党就开始群起围攻 当民进党开始群起围攻的时候 大家就注意到说 那白彬彬去当高雄的代言人 有什么不好 像陈文倩去当高雄的代言人 有什么不好 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看没有人讨论台北 没有人讨论其他的城市 只讨论高雄的代言人 好 例如说爱河的这个登节 然后他们把他改名说 爱河的正式的名称不变 再给他取一个名字 叫做金银河 你看民进党又群起围攻 说你看爱河的这个名字多好 为什么一定要取一个这么俗的名字 什么叫金银河 你韩国瑜眼中只有钱 金山银山你只要这个东西 好 但是问题就在于 当他一被攻击的时候 又成为一个媒体的焦点 大家都注意到 爱河的登节金银河 那跟台北 因为过去都集中在台北 这个时候大家都想 去看一看爱河的登节 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金银河的登节 跟以前的登节有什么不同 你看他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很多的民众想要去知道 现在的高雄跟以前的高雄 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成功的行销高雄 那么跟过去民进党的做法 完全不一样 它是免费的 它是创造话题 引起民进党围攻 然后新闻就觉得 这个是很可以采访 不需要自己花钱去登广告 完全不用 一毛钱都不用花 而且 连那些明星来代言都是无偿的 都无偿的 然后所以那个广告就满满的 每天充满的 就在台湾的媒体里面 好 但是还有一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是在于 过去民进党对大陆的民众 并不友善 可是我觉得韩国瑜 对大陆的民众是友善的 所以他成功的 让高雄成为一个对大陆的旅客 是一个友善的城市 一个友善的城市 就会引起大陆的旅客 想去那个地方 观光 旅游 消费 特别是我们刚刚强调的 就是自由客 自由客它是会 它以前例如说 这个城市不友善的时候 它会考虑到人身安全的问题 例如说它觉得 我的北京枪 或是我的大陆的各省的枪调 在高雄会不会引起 什么样的安全上的 或是不友善的态度 那个时候会有疑虑 所以在过去 大陆的游客到高雄 停留的时间不会很长 可是现在可以感觉到 高雄是一个 欢迎大陆旅客来的一个城市 它是一个友善的城市 这个老老师你看 其实蛮神奇的 韩国瑜这个商人 还不到三个月 我得知说 所有的建设都还来不及做 其实很多活动也来不及推 也就是说现在高雄 基本上跟过去 是没有变化的 在硬体软体上 但就因为多了个韩国瑜 一切都不一样了 Magic 就是它有一种 等于是把高雄 带来一种很特殊的一种活力 而这个活力也让感觉 大家感觉到有希望 然后也让大家感觉到快乐 你想想看一个城市里面 让大家感觉到有活力 有希望 有快乐的时候 很多人就想去感染 那个城市的力量 其实我觉得台中 也有这个同样的功能 就是台中你看 我们在处理的里面 台中的这种 友善的一个城市也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大陆的旅客 相对在过去 林佳龙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你看台中现在也是 形成了一股友善的城市 那大陆旅客也想去台中看一看 我觉得这个就是卢秀燕 跟这个韩国瑜 他们在台中 在高雄 他们都创造一种友善的氛围 我觉得这个友善的氛围会使 更多的人想去体验 想去感受 这样的一个友善的城市 去了以后它会快乐 观光旅游本来就是要休憩 要快乐 我觉得这个是两位新的市长上来 把这个民进党过去 执政的时候的 这样的一个高雄跟台中 我觉得他们把它们转变了 而这个转变是成功的 确实特别是高雄 高雄位处台湾的南部 天气很热 但是长期以来这个城市 这个污染非常严重 空气不好 水也不好 同时气氛非常的低迷 让大家一谈到高雄 觉得高雄好像特别的悲情 特别的悲苦 从这个旅游的这个角度来看 就算它的硬体建设 再晶晶亮亮 但是你会想去一个 悲情悲苦的城市 去感染它的悲苦气氛吗 当然很多人 应该是不会做这样的选择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想这个李翰跟曹老师 你们两位都是对于台湾 算是比较熟悉的 这个大陆媒体人 在今年我就特别想 带两位去高雄看一看 现在的高雄真是不一样 的确是这样 我觉得每一个城市 都有自己的气质 而这个气质也会发生改变 韩国瑜所散发出来 这种友善 让我们对高雄 重新燃起了气 重新认识的一个兴趣 想去 想去 对 曹老师对高雄印象怎么样 首先我说想去 再想去 因为韩市长在当选之前 我们双晨记 在采访他的时候 他就邀请过 他如果当选以后 就邀请我们再去 实现这个 那我想他要实现 他的诺言 那么现在是这样 就是高雄这个地方 我实际上是蛮喜欢的 我去过多少次 这个喜欢呢 就是说 作为一个看台湾的一个 发展变化当中的一个指标 它这个指标 就是一方面 它是衰落下去 你说它的港口 原来是世界排名 都是第三可以排到 现在最新的数字 好像是第十二 所以这个就变化就非常大 而且它的传统是 加工制造业 出口 现在衰落得很厉害 你到了高雄 你会觉得去一次 没什么任何变化 看不到变化的 你过几年去 还是这个样子 楼也没什么建 建多少 或者说道路 那么很多地方变成一个 好像是安安静静的 海边是有点旅游的 像码头啊 那些都改成了 现在旅游区 去年我们去采访的时候 专门去采访了 那个文创区 但人又不多 所以当地人 你如果过一个悠闲的生活 天气暖和 这还可以 物价也不高 但是这不是一个 大都市的一种 没有活力 一种应该有的 包括他这些年的 整个建设都很慢 然后呢 新闻听到的 要么气暴 要么污染 这些都是 一个老的工业城市 这个衰落下来以后 带来的问题 所以现在 韩国瑜能够把它 一下子带起来了以后 特别是引起了 不仅是 我们说大陆的 这些游客 他现在对高雄感兴趣 既然台湾岛内的人 会这么感兴趣 我也非常意外 那现在实际上是对 韩国瑜投了一个赞成票 我说韩国瑜选 是在高雄选 但是有这么多人 会在春节期间去 实际上是一个 可以说是台湾岛内的 其他的地方的人 也在投韩国瑜的票 所以这个一个变化 我觉得会 扩散到 扩散到高雄以外 这个我们都讲 这个高雄希望能够发大财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有的时候呢 人潮不见得等于前潮 怎么说呢 比方说蔡英文政府 他要推动这个南向 吸引这个南向的 这个旅客过来 但是旅游业很快的 就发现到 这个南向的旅客呢 他们消费的金额 消费的数字 远远不如大陆的观光客 也就是说呢 赚钱其实很困难 但是这次你看到 高雄在这次的 这个旅游的结构变化当中 能够让高雄的民众 赚到钱吗 还有我很关心的 我们所谓的这个 寒流的辐射效应 外溢效应 它会不会一下子 这个蔓延开来 让其他的城市也受惠 你怎么看 秀芳这个问题非常有趣 那么就我个人的经验 我看到这个 我们大陆的朋友 到了高雄之后 他们的这个购买率 还是不减当年 那么之所以过去高雄 两年的期间非常低落 主要是他们整个的气氛 感觉在这地方花钱 好像想吵吵结束 到其他的县市去玩 那么这个地方 好像这地方 整个气氛对他们 是不友善的 这一次我到了高雄之后 我看到很多很多的 这些不单只是海外的朋友 还有就是我们大陆的朋友 他们都很愿意花钱 因为他整个气氛 都被炒起来了 你刚刚讲到的 它的效应 会不会扩散到其他的县市 在我们旅游业里面 有一种叫漏斗 漏斗现象 也就是说很多的消费者 他自然会去选择集中 去口碑良好 操作顺畅 或者是这个价钱合适的 这个产品 或者公司来为他服务 所以这个这种现象 可以让这个消费者 他这个比如说我们组团的话 他可以顺利的出国 那么其他的旅行社 合作跟竞争 也适用这样子的理论 那么也能够让这个旅行社 小的规模的旅行社 他能够生存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漏斗现象 韩国瑜在高雄 创造了这个寒流 那他个人的正向 积极阳光 这样子的这个形象 像一个大磁铁 把这个四方的人都向高雄汇集 当然经过其他的县市的时候 也可以雨露均沾 那么至于说未来 到底能不能看到前景 那么我想一般人 必须改变一个观点 就是旅游业 它并不一定会受到区域的限制发展 那么好像说这个景点我去过了 有人就不会再去第二次了 事实上旅游业还有观光 我们讲它是可以无穷无尽的包装 它必须去重新定义 诠释 规划跟包装 所以它的这个 像台北市它的浮原 它是273平方公里 但是高雄有它的七倍大 像高雄的景点 透过了韩国瑜 它这样子的一个正面形象 民众透过这个媒体 也了解到高雄有这么多的景点 秀芳你知道吗 像过去我们 即使我是导游做了很多年 但是我看到这个高雄 说有这个航空教育博物馆 那么鲁卫博物馆 这些地方连我们大陆的自由性朋友 或者是团体的客人 他也会问我 我们可不可以去看看 那个航空博物馆 因为那地方有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沉重屋顶 因为上面吊了将近100架飞机 这样子的屋顶 它的承受力是多大 那么他们想去看看 老甲的专机 或者说击落的这个 日本的战斗机 都陈列在那地方 我们到了这个齐山之后 他们就会问 想要去这个美农 美农这种客家村 像这样子的景点 在过去我们是不会去做安排的 所以我刚刚讲 韩国瑜的这个旋风 那么让各地的民众到高雄来 那么它其他的县市也能够雨入均沾 那么观光业最重要还是人 那么这个人的素质 以及这个服务品质 能够提升的话 那这样子的这个观光业 它才能永续的发展 确实这个高雄有很多宝藏 但很可惜这些宝藏 在过去蒙上了一层灰尘 所以现在呢 借由这个韩国瑜 大家把这个灰尘呢 担一担 这个扫开之后呢 里面露出这个亮晶晶的光彩 所以这个赖老师 你怎么看啊 我们过去形容台湾 都会用闷来形容 闷经济 真的是闷了好久好久 因为这个韩国瑜的上任 大家突然觉得 台湾还是有前途的 但是有一群人不乐见 这群人呢 就是蔡英文政府当局 所以我们看到呢 最近动作很大 要对高雄摊贩大动作查税 还有这个陆委会的主委 去跟这个韩国瑜上课 要跟卢秀燕上课 他干嘛 大家也搞不清楚 你怎么看待蔡英文政府 这种心态 我觉得主要是酸葡萄心理 也就是说他们本来认为说 就是一股寒流上来 选后应该就结束了吧 结果怎么会选后 还继续在烧 而且继续在扩大 继续在影响 这个是超出民建党 原来的估算内 他们原来估算认为说 选完了嘛 那么应该回到平静 然后应该是开始 预备2020年 结果他发现怎么 这些县市首长 你看我们目前来讲 我们在台湾 大家很明显的看到 韩国瑜的热潮还是在烧 卢秀燕本身的新闻点 还是很高 几乎每一天都有新闻点 那也就是说 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新当选的县市首长 他们从当选以后到现在 他们都还维持高度的 这样的一个新闻点 民进党很不舒服的 因为他觉得说 如果这些国民党籍的中生代 他们慢慢的站稳脚 而且在地方扎根 越来越老了以后 这个民进党未来要把他们扳倒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这种酸葡萄的心理里面 他们开始要对他们实施打压 因为他们也很明显的发现 就是说原来支持民进党的这些民众 而且是很多深绿的民众 在韩国瑜刚当选 甚至在选举前的时候 他摆明的就是 我就是挺陈其迈的 我的粽子只卖给陈其迈 我就是不想卖给你韩国瑜的 可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态度转变了 你要问他们说 你们现在对韩国瑜的看法怎么样 不错 有能力的 你看铁杆率都松动 铁杆率都松动 这个对于民进党来讲 是一个不想的争吼 所以他们这种酸葡萄心理 非常的浓 非常的浓的时候怎么办 要想办法去打压他 所以你看他们先派陈明通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那么先到高雄去 给韩国瑜什么 下马威 你刚刚讲上课 我看法是下马威 他就告诉你韩国瑜说 这个两岸的政策 是我的政策 我才是老大 我是老大 你是地方政府 你不能够跟大陆签什么协议 可是大家在想 台北市跟上海市 不是签了很多协议吗 那怎么没有问题呢 怎么你韩国瑜就有问题 你看他也要准备 要去给卢秀燕上课 我觉得卢秀燕更高明 卢秀燕就说 你不是说这个决策 是你们中央的吗 那就不用来了 不用见了 你看给他软钉子就退回去了 这个陈明通这个脸就 脸上挂不住了 因为人家你自己说 这个决策在上面 那我又没有要跟大陆签什么 对 两岸政府是这个 两岸关系 两岸政策是蔡政府主导 这个地方政府难道可以 签一个什么卖鱼卖菜的协议 就卖掉了台湾吗 可能吗 可能吗 因为地方政府只会跟大陆的地方政府 彼此之间有合作的协议 那你陆委会管什么 没办法管的 因为地方政府的协议 基本上来讲 就是有利于民生的协议 例如说韩国瑜这一次成功的把这个 高雄的农产品卖到平潭去 这个民进党也受不了了 因为当他把这些货柜的 一柜一柜的货柜的这些水果 整个销售到这个平潭 而且大家都做见证的时候 原来就问说 韩国瑜做到的 你民进党以前都做不到 所以你看那个蔡英文 就拿出一个冰冷的数字了 说你看我们的农产品的外销 比以前的20年前都卖得好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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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觉得又说 结果大家一发现说 蔡英文说 我们卖给大陆的币钱就多 人家就问说 那你以前不是在打压大陆吗 那怎么大陆还向台湾 购买这么多的东西呢 这代表什么呢 大陆对于台湾的农与民的照顾 是没有分谁执政的 但是这个时候反而 让蔡英文自己打脸了 原来你想方设法要阻扰的 那么结果当台湾的农云民 在行销 大陆的消费者 在购买台湾的农云民产品的时候 你在批评大陆 结果呢 当你要表现政绩的时候 你又说我卖得多好 因此很多人就问说 到底是你卖的 还是人家自己农云民自己卖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 蔡英文她一直想办法要打压 主要的还是在于酸葡萄西米 韩市长很像一个点燃 隐性的功能 我生日月的时候 去了一趟上海 然后在那个苹果专卖店里面 在试那个零件的时候 店员突然问我说 你是不是国民党的发言人 那我非常惊讶的原因是因为 他很年轻你知道 然后所以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发现的 他就开始很顺的讲了 好几个台湾政论节目的名字 说他晚上平时都有 透过网路在收看 同时他最后补了一句说 我是韩粉 那我觉得这个现象 是非常有趣的 这种两岸想要交流的欲望 并不是单方向 我相信它是双向的 我身边有很多 我这个年纪的年轻人 他们说开鸡排店 到哪里去开 到大陆的二线城市去开 那也有人在这个潮流杂志上班 然后被调到上海去的时候 同事都祝福他 觉得这个叫高升 升到大陆去 升到上海去 认为是一个 更有发展前景的地方 那现在对年轻人来讲 统独问题可能离得 他们离得远一点 但是对岸有工作机会 生活习惯相近 这个是大家所熟知 而且可以接受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建立在 这个前提之下 越来越年轻的世代 他们对两岸交流 会越来越习以为常 而且不会锁死在政治 那么狭隘的思考上 而是会从切身的生活经验 去理解这件事情 那官方就不想吗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新闻 205年3月的时候 当时台湾有14个县市 成立了两岸事务小组 其中包括了很多 当时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包括桃园 台中 台南 高雄 嘉义 彰化 这些当时是民进党执政的 他们成立了两岸事务小组 尤其特别的是在桃园 2016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蔡政府上任之后 新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 甚至带着整个陆委会的局处的官员 去参加这个桃园市两岸事务小组的会议 所以你说 现在在台湾 不管蓝绿 没有人会说不要跟大陆交流 只剩问题是谁来做 还有怎么做 那希望民进党政府 不要再提到两岸交流的时候 就全身绷得很紧 像刺猬一样 针都竖出来了 特别他们提到说 对等尊严政治前提 这几天提到的 这个很容易把两岸交流 又陷入一个主观解释的僵局里面去 那所以回过头来讲 其实现在年轻人担心的 或是在意的 其实还是切身的经济问题 生活发展问题 那如果执政党没有办法 体悟到这一层的话 其实它会离民意越来越遥远 确实如此 但是现在大家也很担心 虽然韩国瑜 他个人的动能非常的惊人 但是毕竟有很多行政材料群 还是在蔡政府的手上 所以赖老师你怎么看 民进党还有蔡政府 也不是吃素的 未来他在一些政策上 如果无法松绑的话 韩国瑜的动能再惊人 高雄是不是发展也有限 我觉得他会想方设法 去阻碍两岸城市的来往 甚至台湾跟大陆的来往 民进党都会阻碍 我们看到他们 目前的几个步骤 已经在做了 第一个就是 刚刚前面所谈到的 陆委会的主委陈明通 陆委会本来他的主要的工作 是应该要促进两岸的交流 那么缓和两岸的紧张局势 那么应该要有利于两岸的 共同的发展跟繁荣 这是他设立的一个主要的宗旨 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蔡英文所任命的陈明通 他的做法完全相反 他是阻碍两岸的交流 例如说前面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 他到高雄的韩国瑜 他说我跟你下马威 这是政策是我才能决定的 不是你地方政府能决定的 我们也提到 他对于台中的卢秀燕 他要做同样的事的时候 被卢秀燕拨回去了 好 接着他又做了第二个动作了 上海四台办的主任 到台北来进行双城论坛前的 交流的时候 他也想去高雄看一下 不准他去 台北到高雄450公里 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不准他去 这个岂有此理 他已经进入台湾了 而却不准人家到高雄 你就可以知道 他们的动作出来了 接着最新的动作也出来了 说目前这个行政部门 苏贞昌他们要推一个法案 什么法案呢 说如果两岸要签和平协议的话 不但要经过立法部门的通过 而且还要再经过公投 你看他在设立城镇的关卡 所以从他的目前的这些动作 其实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他对于两岸的城市交流 他会设更多的关卡 然后他会想办法从中阻挠迫害 不过我倒认为 我倒认为目前来讲 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已经有15个 台湾才22个县市 国民党执政有15个 再加上柯文哲一个6个 16个 16个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目前民进党执政也不过只加6个而已 我觉得如果这几个县市首长团结起来 那么一起到大陆去 跟他们进行更大规模的城市交流 我们倒要看看你民进党 还怎么去破坏两岸间的城市交流 因为当这么大规模的县市首长 都到大陆去进行的更紧密的 城市交流的时候 你民进党要破坏的话 你别想选2020年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而且这16个 15加1好的县市首长 也会对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首长 产生压力 例如说桃园的郑文燦 台南的黄伟哲 你看桃园的黄伟哲的态度 就一直在往中间靠了 那么郑文燦也开始在模糊 他的立场了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团结是很重要的 蓝营的县市首长要团结 然后一起站队 跟大陆进行大规模的交流 我觉得可以破解民进党 在他现在还没有交出政权之前 他所做的所有的破坏行为 但我在想这个赖教授 您觉得他会不会有可能 韩国瑜借着这个潮流 参选这个2020 目前我们的判断是 因为我们跟韩国瑜也接触了很多次 他目前的是比较 没有那么积极的 因为他刚刚当选高雄市的市长 那么马上要去考虑2020年的话 对他个人来说 对高雄市民来说的情感上 可能是会有点受伤的 但是由于台湾的政治 充满了惊奇 我就想起这个让子弹飞的 什么叫做惊奇 就是什么叫惊喜 或者什么叫惊奇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例如说马英九刚当选的时候 民调这么高 他花了八年的时间 让自己的民调从这么高 跌到只剩下9% 这个就是代表台湾政治的惊喜 像蔡英文刚刚当选的时候 他用的不到两年的时间 使他的民调跌破 目前来讲在台湾的政坛里面 所有的候选人里面 排名最后一名 这是惊吓吧 这个是惊吓 惊吓或是惊喜或是惊奇 这真的是充满了惊奇 也就是说在台湾所有的 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都成为可能交碰到政治 例如说在过去来讲选这个高雄市长的时候 韩国瑜下去选 他是被征召的 那那个时候韩国瑜本人 还有包括吴敦毅 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就死马当活马医了 台湾也没多少人认识他 也没多少人认识他 卖菜狼嘛 怎么可能会引起一股寒流 都认为不可能 而且当时的预定就是去打前锋 打完了以后准备的是下一次的 就是2020年的立法委员选举 当时的目标是这里 惊奇啊 就是几个月内就刮起了一股寒流 而这股寒流如此之强烈 那么直接可以逼到 这个柯文哲的参与2020年 好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政治 充满了惊奇 那么也充满了惊喜 例如说对国民党来讲 或是对韩国瑜来讲 他赢得这个高雄市市长 这个是惊奇 也是惊喜 但是韩国瑜会不会 在角逐2020年 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够把它说死 因为我刚刚强调了 台湾的政治充满了惊奇 也充满了惊喜 那么也可能民进党会破过去的往例 因为以往台湾的政治领导人 通常都可以当两任 蔡英文可能只当一任 但是台湾有没有可能 终结蓝绿的轮流 例如说国民党民进党轮流执政 那么由一个无党籍的柯文哲来 也有可能这个就是充满了惊奇 因为在台湾来讲 的政治实在是太好看了 台湾每一次的领导人大选 都会写下一个记录 所以我们看看这次会写下什么记录 但是我觉得廖老师 你刚刚讲的一点很对 因为韩国瑜的个性关系 他是一个有情有义 蛮狭义的一个人 所以你让他刚上选 就丢下高雄人民 跑去选领导人 对他来讲 这很符合 违逆他的个性 他不太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看起来有一种可能 也就是说 如果说蔡政府不断地打压高雄 让他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给他设下了很多障碍 让他这个有志难深 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官逼民反 为了高雄 他有可能会出来 帮高雄讨个公道 包括我们看到这两天 他在直播的时候已经开呛了 他说全台湾人都欠高雄 因为高雄过去 重工业的牺牲品 来成就了一个台湾的经济等等 在这样的官逼民反的情况之下 他义无反顾 他恐怕要跳出来救高雄 跳出来救台湾 但现在看起来是剧本 是不是在往这个方向走 好像有这点味道 我觉得有 民进党如果继续用这种手段 一直打的话 他不只是逼韩国瑜走出来 是逼高雄人要韩国瑜走出来 如果民进党这种逼法 逼到最后高雄人看不下去了 我们在强调 高雄人以前是很绿的 但是当高雄人看不下去的时候 他说韩国瑜 你不能够只考虑高雄了 你要考虑整个台湾 你要考虑两岸 你站出来去挑战民进党 这个时候我觉得韩国瑜 就义无反顾了 因为是高雄人要韩国瑜出来 跟民进党对战 这样的情况 可能整个局势就逆转了 所以我们目前也估计到 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在笑说 民进党到底在 你的策略是什么 你是在 你已经有一个柯文哲 已经让你头痛了 你现在要去创造另外一个 更强大的一个对手 你准备就是不打算执政的意思 我们有时候 我们有一句笑话说 既然你那么不喜欢执政 你就早点辞职 让台湾人早点解脱痛苦 所以你就干脆赶快都总辞了 然后赶快提出大选 台湾人的痛苦 也就提早结束 不是更好吗 很多人说韩国瑜的崛起 台湾媒体在造神 事实上我觉得最大的造神者 就是民进党 你看到当初拿掉他台北 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 让他逼不得已出来选 到现在又开始不断地打压高雄 也就是说他未来2020 可能真的会出来参选 这一切恐怕都要感谢民进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